虽戴帽子,王一博的心发色仍被尖叫的粉丝认出。 王一博这次前往巴黎的行程,无疑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和媒体关注。 当他现身机场的时候,场面上聚集了许多等待的目光,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捕捉到他的每一个瞬间。 然而,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,王一博选择了一个非常低调的方式进入机场。 他并没有停留太久与粉丝互动,而是快速地通过了安检, 几乎可以称的上市快闪市的出现。 这样的做法不仅展现了王一博低调的性格, 也为他节省了宝贵的时间,确保了行程的顺利进行。 尽管王一博在机场的出现非常低调,但他的服装选择却并不简单。 每一件单品都充分展现了他的时尚品味, 从头到脚都散发出独特的潮流气息。 不少网友和媒体纷纷称赞他是行走的时尚教科书。 无论是他身上的配饰还是鞋子的选择, 都无不透露出他对时尚的独到见解。 不得不说,这位男神不仅有出色的演技,更是时尚界公认的风向标。 他所展现的每一种风格,都能成为当下的流行趋势, 这也证明了王一博的超高人气和广大的影响力。 这就是王一博,一个永远都在时尚前沿,敢于尝试,勇于创新的icon。 时尚界对于王一博的关注程度可谓是日益升温。 每当巴黎时装周来临,无数的一线明星都会齐聚此地,展现自己的时尚品味和态度。 然而,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众多明星中,王一博仍然独树一帜,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。 尽管此次巴黎时装秀的明星阵容堪称豪华,但真正能引起高潮,引发广泛讨论的点却并不多。 但王一博的现身,无疑给这场盛会带来了不少亮点。 他的每一个细节,无论是造型、配饰还是举止,都被放在了放大镜下仔细分析。 这不仅说明了他在时尚圈的影响力,更是证明了他无法被忽视的存在感。 王一博,不仅仅是一名演员,更是一名时尚的传播者,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能为这个领域带来新的灵感和想法。 在众多的明星中,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态度, 这也是为什么他总能在时尚圈中脱颖而出的原因。 每当谈起时尚,王一博的名字总是被频繁提及。 作为国内的顶尖艺人,他在时尚界的影响力是无可匹敌的。 不仅因为他的天赋和眼光,更因为他身为香奈儿的品牌形象大使, 每一次亮相都代表了这个品牌的形象和定位。 在时尚圈,王一博被誉为时尚的宠儿,他的每一次出现都能引发一阵风潮。 近日,王一博再次现身机场,一如既往地吸引了众多目光。 这次他的造型特别引人注目,完美诠释了相加少年的风格。 他选择了一件黑色系的亮色夹克外套,外套上用白色线条作为点缀,既简洁又有设计感。 这种设计不仅增加了修身显瘦的效果,更让王一博看起来更加年轻和有活力。 不用多说,这件外套显然是香奈儿的新品。 王一博作为香奈儿的代言人,无疑为这件产品增添了不少分数。 王一博的每一次公开亮相,所穿的服饰总会成为大家热议的焦点。 这件亮色的外套不仅设计新颖,其特别的材质拼接让它看起来格外有层次感,既休闲又不失时尚感,很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。 而王一博选择这样的服饰,更是为其加分不少,将其优雅和年轻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王一博作为时尚界的风向标,他的选择往往能预示着下一个流行趋势。 这件外套在被他穿上后,无疑会引起一波模仿潮。大家都知道,有些服饰可能平淡无奇,但一旦被某位明星穿上,立刻就会蜕变成为热门单品。 预计不久后,这件外套就会成为许多时尚爱好者的心头好,甚至可能被众多品牌和设计师模仿,成为这个季度的爆款。 王一博这次参加巴黎时装周,与香奈儿的深度合作毫无疑问地展现在了每一个细节上。 作为时尚界的风向标,王一博不仅仅代表着自己,更代表了与他合作的品牌香奈儿。 当他现身机场的时候,就如同一个行走的香奈儿展览馆。 他身上的衣服,精致又时尚,细节之处都展现出香奈儿一贯的高级感与匠心独运。 而手中的背包,也是香奈儿的经典款式,低调而又奢华,既实用又时尚。 再看到他脚上那双鞋子,简约的设计,却散发出与众不同的气质,也是香奈儿的标志性设计。 王一博与香奈儿的这次深度合作,可以说是相得益彰。 王一博的时尚感与香奈儿的经典风格完美融合,共同展现出一种既现代又经典的风貌。 这也预示着,这次巴黎时装周,王一博将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亮点。 王一博这次选择的装扮再次张显了他敏锐的时尚嗅觉和品味。 简单的黑色T恤,来自FC家的设计,简约而不失品质。 头上的帽子则是来自Dine品牌,这也证明了王一博对潮流品牌的喜爱和认同。 而裤子选择的是经典的牛仔系列,这种经典与潮流的结合,无疑展现了王一博的独特魅力。 不仅仅是他的颜值,更重要的是他对时尚的敏感度和独到的品味,使得王一博成为了众多品牌争相合作的对象。 而对于粉丝和消费者来说,王一博的选择也成为了他们购物的参考标准。 这种现象,再次证明了王一博在时尚界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。 王一博向来低调,喜欢将自己打扮得比较神秘,但即使如此,他的粉丝群体仍旧具备令人惊讶的观察力。 这次他尝试了新的发色,虽然他戴着帽子试图低调掩盖,但尖锐的网友还是捕捉到了这一细微的变化。 新的发色确实让人惊喜,这种近似银色或稍带白色的发色在他头上显得尤为与众不同,为他本就出众的颜值增添了几分新鲜感。 瞬间,这变化便成为网友们热议的焦点,各大社交平台上充斥着对他新发色的讨论和猜测。 王一博的超高人气在内,于中无人能敌,可以说他已经站在了这个圈子的顶峰。 作为流量王,他的每一个动作,无论大小,都会引起一片热议,这也足以证明他的超高影响力。 而这次他受邀出席巴黎时装秀,更是让无数粉丝和时尚从业者未知激动,都想看看他会带来怎样的惊喜。 王一博转型演员后,真的少了很多公开场合的亮相,尤其是在时尚领域的多变造型。 很多粉丝都说,非常怀念那个频繁变换发型,尝试各种风格的王一博。 但无论如何,他的核心魅力并没有因此减少,反而更加成熟稳重,吸引了更多的人。 那段时光里,王一博的每次造型变换都是各大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。 从酷炫的金色到青春洋溢的紫色,他几乎为我们呈现了彩虹般的花色系列。 那时的他,仿佛是一块变换莫测的调色版,让人们对他的每次出现都充满期待。 王一博在爱豆时代的每次亮相,都有一种独特的清冷气质,配上精心设计的妆容, 他如同一个行走的艺术品,每一次的亮相都令人震撼。 那种对于自己形象的精益求精,为了艺术而努力的态度,无疑让他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心。 如今他的新发色再次让人关注,那种银白色仿佛带着一丝神秘, 也让人们不禁回忆起他之前的那些经典造型。 尽管现在的王一博更偏向于演员的身份,但他对于时尚的敏感度和热爱从未改变。 期待这次他在巴黎时装秀上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,也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持对于艺术的热情,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美好的作品。 王一博出道初期的形象已经深深刻在许多粉丝的心中。 当时的他,像是刚从少年漫画中走出的人物,充满了青春与活力。 金色的头发下,那双明亮的眼眸总是闪烁着好奇和期待,那笑容,纯真而又灿烂,让人忍不住心生怜爱。 每当他开心的笑出声来,粉丝们都喜欢称他为王甜甜,这个昵称也仿佛捕捉到了他那时的最真实一面。 然而时光流转,王一博也在这个行业中不断成长和魔力,从一个新人逐渐变成了内地娱乐圈的顶级流量,他的形象也逐渐成熟,更加深沉和有层次。 不再是那个满脸稚气的少年,而是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,有自己的思想和坚持。 现在王一博再次更换发色,让人想起了他初出道的时光。 不知道这次的新发色会是怎样的一番风景,但可以确定的是,无论他选择怎样的造型,都会有他自己的风格和特点,也一定会带给粉丝新的惊喜。 期待王一博在新的时装周上的亮相,相信他一定会为我们展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。 王一博的身材和气质为他赢得了无数的赞誉。 一个人的时尚感不仅仅取决于衣服,更多的是那个人本身所散发出的氛围和气场。 王一博的每一个细节,无论是走路的姿势还是微微上扬的嘴角,都显得如此出色,给人一种独特的感觉。 身为舞者,他的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都非常出色,这让他在T台上或是公众场合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那种舞者特有的骨架和肌肉线条,也使得他无论穿什么都能穿出自己的风格。 而且,他的冷裤和距离感更加强调了他的高贵气质,让他在人群中总是那么引人注目。 王一博的穿搭风格也很有特色。他善于将高级定制与街头时尚相结合,既有形又不失个性。 这种对于细节的追求,再加上他的身体比例和出色的气质,使得王一博成为了时尚圈中的焦点。 王一博的每次亮相都会引起粉丝和时尚圈的关注。 这次新的发色更是成为了热议的焦点。 即使试图通过帽子来遮挡,但敏锐的网友仍旧一眼认出。 这不仅证明了王一博在公众眼中的重要地位,也展现了他的时尚勇气和探索精神。 期待他在巴黎的更多亮点。